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How I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我们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玩一个 这种制作黏土 它的名字是叫做Clever Party 之前呢是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Thinking Party 这种Thinking Party呢 它是有一个小的一个罐子装着 然后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制作黏土 或者是叫做化学黏土 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制作黏土 它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然后它的质地非常的丝滑 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粘稠 颜色呢是一个银色 一个金属的一个银色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然后这个是适合于我们五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最好是三岁以下的呢 就不要接触这种化学的黏土 因为会对于我们小朋友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威胁的 因为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吞进我们的嘴巴里面的话 这边是六岁以上 它还会比我们的Thinking Party呢 是要更严格一点 适合于我们六岁以上的小朋友 然后是要远离一零到三岁的一个小朋友 这边呢我们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开箱的一个展示 我觉得它这个罐子非常的炫酷 是一个纯黑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个形状 这边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小朋友 一边的小朋友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小朋友 中国全体育成了 但是这边的小朋友 我们想要不作出 是一个小朋友 不能吃 Scaf 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拉长 然后它的手感呢 有一点点像我们的培勒多黏土 但是呢是更加的柔韧一些 我们的培勒多黏土 我们可以给它搓成一个小球 或者给它拉成条 感觉它的手感是相对来说比较的硬 比我们普通的培勒多黏土呢 是要硬多一点 弹性呢也是比较的足 然后再跳进去 感觉它其实不是特别像它 这种说明上说的它是一个银色 感觉对于我来说它是更像一种灰色 这种灰灰的颜色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你带的这样的一个小视频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答案 在下方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天每周都会有视频定期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